比修能不能帮助在家众 其实戒律里面是不允许我们出家众 给在家众做跑腿 就是这样替他做那种世俗的服务 但是佛法的服务是我们的责任 你们要守上规武戒 你想要听法 你想要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是给法布施给大家 但是不是给物质上的布施 我们的责任不是给物质 我们是给法布施 物质上的就是如果是近人 我们可以 所以佛陀一开始以前 就建立起那种世众弟子的关系 比丘比丘仪 这个优伯社优伯仪就是居使 那么就是出家众的 就是专业在法上 然后在家众是世俗的 然后他在物质上扶持出家众 然后出家众在法上扶持在家众 所以当初就是一种叫做分工 就是我们做这个 不要去跑去我们做在家众的事 但是这个有些时候 给他们无限的发展的时候 这条规则给他们无限的发展 就会变成在这种 你不可以帮忙 其实我们看看佛陀的清晰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就是 当佛陀知道那个 Queen Marika 给Queen Pasinati 扁下去扁去后宫 为什么扁去后宫 这个皇后 她有一天就是 那个枣 Jujubee是枣对吧 很像是枣 卖那个枣 Jujubee 卖卖卖卖 但是这样子的情形下 遇到那个王 王看上他就一见钟情 就是叫他跟着他去皇宫 就这样子称了王后 然后有一天他看奇怪 他好像 这是什么果子 那么那个果王就很生气 这个当初就是你卖这个果子 你以前就是卖这个果子 我才认识你 你其实连这个果子都不认识的 哇 那个果王就觉得 他这个王后太嚣张了 就是太骄傲了 已经迷惑了 就是连你自己卖东西 你都讲你不懂了 那你真的是太离谱了 太骄傲了 或者是太高贵到你 有一天就忘了你过去 是怎么来的 果王就不顺眼 把他贬迹后宫 剥掉他的那个地位 皇后的地位 哇 他就他就很苦 他就在那边想 哎呀 佛陀知道吗 我现在这样的处境 佛陀知道吗 他就在那边想 打到佛陀就知道了 弟子想他了嘛 他就想 佛陀知道了 然后佛陀就去到那个皇宫 然后国王就请佛陀受供养 受供养 要受供养的时候 那佛陀就把那手挡在他的脖子 王后呢 就是问这句话 王后呢 那国王的波斯利王 King Baissanari 还就问他 王后关你什么事 还就问佛陀 你知道今天很无理的 王后在那里关你什么事 佛陀就不好讲解 佛陀很耐心 还跟他讲法 跟他讲你们不要去讨厌这个王后 他是有些时候犯眼错误吗 佛陀就讲 佛陀德卡索利 讲他以前怎么为他奉献 作为一个忠心的妻子 然后过去也是 曾经也是过 也是很奇怪的 那个生命的模式 一直在重复的 也是那个王把那个妻子 变下去 还是菩萨 菩萨来劝 然后你要记得 他现在是有犯错 可是他当初呢 曾经多么的忠心对你 然后在你最艰苦的时候 陪你一起共患难 跑到森林里面 就受这种苦 他都没有抛弃你 所以你现在呢 他犯一点错误呢 你要包容他 所以过去的那种 生命的模式和关系的模式呢 他一直在重复 其实以后你看过去 是你会知道 很多东西呢 他是一直在重复 那个模式的 那种pattern 人的pattern常常 所以你要快点改 你有不好的模式 你不改的话呢 那个模式常常在 你的生命里面 常常会重复的 业的模式 一直在重复着的 所以要小心一点 好 所以佛陀这样讲的 那个佛王想是我 他还是最好的棋子 只不过是 哎呀 他一直迷惑了嘛 一直讲说 算了算了 心肠就软下来了 就和好了 这个是佛陀 让大家 总体一种和好的 那个帮助 那个关系 那还有一次呢 就是呢 那个农夫 农夫 那佛陀走了 三十个游巡 走了 现在有人算数来讲 算是三十个游巡 算是四十五 四十五公里吧 他们是这样子算 总之佛陀走很远的路 只是为了渡这个农夫 因为他的时间 要证物 要成那个虚托环 就是出国圣者的 那个条件 已经成熟了 那佛陀去 可是那天佛陀去的时候呢 他的牛不见了 上山找牛 你知道吗 找牛找牛找牛 但是那找牛的时候呢 他来的回头 已经来的听法的时候 已经很累了 但是呢 他还是饿着肚子 要来听法 但是他就不能专心 佛陀讲 叫下生团 他有剩下的食物 他给他吃 给他吃 那生团就起怀疑 怎么呢 我们出家人 怎么治理这个 在家人的事情呢 对吧 因为概念是这样 概念是出家人 就不会去事后在家人 但是呢 你当你吃不完的时候 通常我们出家人都会有的嘛 拖破回来啊 剩下的就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 谁不够的就从那边再拿回来 但是现在终于剩下了 然后他就可以去拿 那就给他吃吧 然后呢 他吃饱了 他就来听法 就成了出国圣者 因为他开心了嘛 很开心了嘛 很心也很满足了嘛 牛也找到了 肚子也饱了 就听法 那就成了出国圣者 后来佛陀就跟他们解释 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就是为了助他 但是如果他因为没有吃饱 而没有得到度的话 而不能证悟的话 那一切我所做的 一切的努力都白费 其实简单讲 就是佛陀出现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要让众生的了身脱死 让众生得到证悟 让他才见法 所以如果是为了这个情形 没有度到他 多可惜 对吧 所以佛陀在这种情形 像一直度 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那个极孤度长者 安娜达比迪卡 他的媳妇 那媳妇呢 就是很奇怪 可能嫁进豪门的媳妇 在那个时代 都是豪门的啦 都是有背景的 都是人家千金小姐 那种 所以呢 就是不听话的 我对丈夫也不好 对家公也不好 家婆也不好 就是不好 然后呢 他也蛮苦恼 这是佛陀的大护法 竟然家庭问题都不能解决 佛陀有一天 就是去受公养的时候呢 佛陀吃完了过海 问他们 你们怎么样啊 好不好啊 什么 然后就诉苦了 佛陀诉苦啊 我们的家里的媳妇啊 那个媳妇不来听法的 然后佛陀叫他们 再出来 然后出来过 佛陀就问他 做妻子有很多种 一种像妈妈的妻子 对丈夫 多么的关怀 一种就像姐妹 多么的关怀 一种就像姐妹朋友 一种就像仆人 这样子试候自己的丈夫 然后再问一个妻子 一种就是陌生人 还是什么 一个是敌人 六种 那你是哪一种妻子 他就很惭愧了 佛陀用这个方法 讲他 他怎样做妻子的态度 一个妻子应该是怎么样 他都知道很明显嘛 当然是妈妈 像妈妈 像姐妹 像朋友一样 像仆人一样 这些就是好好会把自己的丈夫 照顾好的 另外一个像敌人 这样子 就是一直给丈夫找麻烦 当然是不好 他还讲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会做一个好好的妻子 从此呢 那个媳妇呢 就变成很好的媳妇 还有一次 就是社加族要被杀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 Vildaba这个王 他就要去杀社加族 因为那个误会嘛 误解嘛 那么呢 还要去杀社加族 佛陀知道了 佛陀怎么办 那么在这个社加族 跟这个波斯尼王的国土 之间呢 有一个界限 边界的界限 那么呢 在这一边呢 社加族的地方呢 就有一棵树 那个叶子很少 太阳晒到的 还晒下来 还晒到的 另一边呢 是很浓密的树叶 树很大棵很美 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那个太阳呢 不会晒到 会有很好的树荫 那佛陀就坐在那个 树叶很稀少的 那个树下 然后呢 这个王来了 看到佛陀了 军队来了 看到佛陀 佛陀在那边 佛陀的力量是 你一定会来顶礼的 佛陀的力量 你知道佛陀在里 怎么能不顶礼呢 走过来就告诉佛陀顶礼 佛陀这么好 好 问候了 过后呢 佛陀啊 这边这样浓密的树 为什么你不要 就在边界嘛 这里就在两旁 比如说你不要坐在这个树下 为什么你要坐在这个树下 还要给太阳晒到 佛陀讲 我在我的亲人的树下呢 我会比较好 我比较喜欢坐在我亲人的树下 这什么意思 其实佛陀是一个 坚决的方法了 明白吗 其实佛陀不会认那个树 明白吗 佛陀不会认亲人 树赢是树赢嘛 对不对 但是佛陀是借这个 就是我在我亲人的树下 做呢 是比较好的 其实佛陀是借一个方法 跟他讲 其实呢 我爱父我的亲人 你不要碰 好 大家知道 佛陀来救他的亲人了 他就走 三次 佛陀这么做 他就 佛陀等着我了 他就退了 佛陀又等着我了 佛陀就是要阻挡 可是他就是不服 Vidnaba 他不服 第四次他再来 那佛陀知道 第四次 三次已经过去 第四次 佛陀 可能那个时候 也没有去观察因缘吧 不是每一次佛陀 一定有用神通观察因缘 这是佛陀一研究 什么因素 过去这个设家族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投生 也是在一起投生 那个时候呢 大部分 就是几乎 在设家族 一起做一个恶业 什么恶业 就是给那个河水下毒 有一种抓鱼的方法 就是下一种 找一种什么草 那个什么树根 什么 丢下去呢 然后呢 那个水一毒呢 鱼就死到完 可是这个鱼还可以抓起来吃的 你会觉得好奇怪 如果是我就不敢吃 但是真的 以前我爸爸在那个 巴洛杰特的时候 在几乎 他没有这样子毒了 但是他讲 我们一条一条掉 他们那些有功夫的人 我爸爸讲 有功夫的人呢 他会 哦 不然你去找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子一丢去水里 那些鱼就全部死到完 就给捞起来 就可以卖了 我心想 这样的鱼就不可以吃的 但是他很奇怪 还是毒那个鱼 鱼会死 但是呢 上号啦 人吃了还活得了了 明白吗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法 抓鱼 这样子的方法 捕鱼 是真的有的 读那个河来抓鱼的方法 真的是有的 这个时代都有的 现在这个时代 比较少人用这个方法 所以他们这个释迦族 很久以前 久远以前 的确做过这个恶业 然后现在这个恶业要成熟了 很奇怪 就是这个鱼也会去攻过去 结果呢 佛都看 他们的业要成熟了 就不要管了 当然释迦族是很会打的 很会打 但是他们 以前他们讲 他们有那种骄傲的 到今天为止 在尼泊尔 我遇到的释迦族 都有一种骄傲 就是佛都 是我们的族群的 我跟你讲 很奇怪 到今天 加勒尼拉布尼 当然他不会骄傲了 他是自豪了 他是释迦族 释迦族这种 自豪的人 他就觉得 佛陀是我们释迦族的 所以释迦族呢 几乎你没有听说 去跑去别的宗教的 不会的 几乎 很奇怪 释迦族就是释迦族 他们那种 就是跟佛陀有姻缘的 就是很奇怪 一种自豪 我们是释迦族 我们是释迦族 释迦族的孩子 释迦圣人的孩子 就是这种想法 今天你遇到 都会这样子 都会 很自豪的 但是有些 守候法在街上 有一些啦 有一些会有那种感觉 怎么这样子 谦虚一点嘛 但是他们就是 他们也不是什么 他们就是 我们是释迦族 我诞生在佛陀的族群 我们一定要 就是这种想法 是有一种 气势 但是就是很强的信心 所以他们讲 我们是佛陀的 佛陀是我们的族群 我们一定要守好五戒 这样了 所以你要杀我 释迦族的功夫 是很厉害的 那些那些武士 拿那个劲 很容易射 你射我 我也射你 但是呢 那个劲很准 就是这样子穿过去 就穿过去 就这样子穿过去 就是不会把人家射死 也不会射伤 就站在闪 给你知道我几滴 还想要将军这种方法 吓对方 但是这个 佛陀佛陀是不买账 你不要杀我 我还是要杀你 很奇怪 那个夜来的很凶的时候 你不杀我 你功夫过 不要紧 反之谁叫你不杀我 我就是要把你杀 就是杀 杀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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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实还有很多这类的例子 所以你这样子明白的话 你会觉得到 其实佛陀没有所谓的 就是居士的事 不管他如果能够帮 他都会帮 但是有一个原则 你会发现 不管佛陀怎么帮 佛陀是用那个法则 就是法的力量 去引导让人们 不只是了生错失 有些时候众生 不是说你度他 就只要度他了生错失 有些时候 你还是要给他填饱他的毒子 真的是 众生他没有填饱毒子 你叫他听法 他饿着 他是不能听法的 所以有些时候 是真的 像以前我 二十多年前 我的师父去大陆的时候 我说 师父你要去那边 大陆叫禅 他们怎么可能学禅 他们现在穷得很 他们只是想要赚钱 想要填饱毒子 怎么可能学禅 今天就不一样 填饱毒子 你看大陆人现在 对修行的那个心 非常的踊跃 非常的一直在追寻 很强的追寻 大陆人 我会告诉你 为什么肚子填饱 真是真的有一点关系 当他完全很饿的时候 他不能想的 他填饱毒子 有了基本的需要的时候 具备了基本的需要 他就可以了 就要你学 所以真的是有这种情形的 所以这个就是业了 然后当你有这个业来的时候 很凶很凶 但是佛陀就是会帮 看你业来不好 如果他可以引导你 应该化解 业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发生的 佛陀讲业呢 如果是全部都是注定 叫宿命论的话呢 那我们还学法干什么 没有需要学习了吗 因果论不是这样子的 因果论是现在还掌握 现在我现在所做的因 会有所不同 会改变 佛陀教法不教法 这个世界会改变 会有不同 所以因果论不会让我们 失去那种积极奋斗的心 宿命论就不同 宿命论反正都是 一切都是注定了的 还干什么 真的 这是这样子的想法 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苦难的时候呢 我们是引导他们 跟他们讲点五戒了 我叫他们要守戒了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不可以 也就是说 你给我结一个好缘 有这个缘了 妈妈也许有一天 他对我们这个法会有信心 也许有可能 也许没有也是算了 我们只是要帮人 无条件的帮人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果上帮他 也在因上帮他的话 就双重效果 如果你是果上帮他 只要他们继续杀身的话 等着瞧 慢慢累积累积累积 以后会有结果 苦难永远不会了 只要继续造苦因 苦难是不会了 但是也 你帮人 你继续跟他讲五戒五戒 他现在饿得很 你还跟他讲五戒 不管用 也许我们就是真的 献出爱情 我们在果上帮他 就是我给你 其实他能够遇到我给他 我们给他的话 他也是有一些 过去也一定有一些功德 那我们在给他的时候 就种一个好的缘 他知道我们是不杀生的 他也会 也会慢慢的调整 也会更改 也许我们可以 劝导他们 未来慢慢的感染 所以在果上帮人 在因上也可以帮助别人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中 我们如果是帮助居士 我们是有不同的方式帮助 我们还会守着我们的原则 所以通常你看我们那边 道场分礼物 给学生奖品 我都不会去做的 主席给奖品 不是我给奖品 我给发 我跟他们讲 是不一样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方式帮助 是不一样的方式帮助 是不一样的方式帮助